白酒圈的有个说法 茅台加个镇 故事听到困 要不说汉语多大精深呢 本来中国只有两种白酒 一种叫茅台 一种叫其他白酒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又多一个茅台镇的概念 这片21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遍地酒厂 谁都想蹭上一点茅台的热度和流量 从品牌名到包装品 甚至还有人在店门口贴广告 本店推出神似飞天口感散酒 相似度高于98% 茅台集团的第一任董事长继克良 被圈内尊称为继老 于是市长上就出现了继老续台酒 不仔细看还真分不出来 更狠的是国台的老板颜希君 当年为了搞宣传 找了一个和继老长得差不多的演员来打广告 这种明显的碰瓷行为 在国台内部叫做对标茅台的靠近战略 国台酒业官网上有一句话挺有意思 1999年至2007年 专注酿酒 存酒 但不卖酒 潜心学习茅台 做好国台 其实那把年哪是什么只酿不卖 而是根本卖不动 因为1999年的颜希君 还是中药企业天使力集团的董事长 比起卖酒 他更擅长卖药 卖的这是中国中程药里 第一个年销售额突破10亿元的神药 富方单身低丸 关于富方单身低丸的故事 据说是这样的 1953年 颜希君出生在甘肃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从小的梦想是参军 16岁那年 他追着路过的军车跑了几十公里 终于穿上了军装 1972年 他被保送到陕西医砖学习 主攻药学专业 后来又调到天津解放军第254医院工作 担任药剂主任 也就是在这里 颜希君发明了富方单身低丸 和以前的富方单身片比起来 这种低丸起效快 吸收效率也高 适合惯性病患者急救用 所以很快就成了家喻户晓的神药 但这时 部队被要求停止一切生产经营活动 60多家军队企业都交给了地方 颜希君选择转业 带着医院的同事们下海 创立了天使力集团 不到两年 富方单身低丸就卖出了几万箱 以前部队里的老首长们 听说颜希君卖药卖得好 经常叫他一起探讨健康问题 在酒局上 颜希君发现 大家喝的都是茅台酒 医学博士出身了 他难免有点担心 茅台虽然是好酒 但喝多了还是伤身体啊 不如自己来发明一款健康白酒 于是 他专程来到茅台镇 收购了当地一家酿酒厂 开发金石利酒 2005年 全国公共接待系统联益会搞了一次评选 评出的唯一一款荣获全国公共接待健康用酒称号的白酒 就叫做金石利酒 这种酒采用了先进的生物技术和中医药配方 去除了白酒中的有害物质 加入了保健成分 但问题是 这时候国台还在纸酿不卖的阶段 难道是白送给别人喝的 诶 还真是送的 这一年 CDTV教练访谈 曝光了一起震动全国医药圈的回扣事件 说的就是天使利医药代表给富洋市人民医院的医务人员送金石利酒 不过 颜希君苦心研发的健康白酒也不单单是为了送礼用 好白酒应该让更多人品尝 他亲自招聘了一名营销大师来当策划总监 到处宣传金石利 各种金奖银奖拿了一堆 花了好几个亿的广告费 结果呢 一瓶酒也没卖出去 当年市场上还没有茅台镇酒的概念 除了茅台 其他都算是散酒 卖酒和卖药不一样 健康不重要 口感也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牌子 颜希君只好放弃金石利品牌 改名国台酒 放上了茅台的大腿 当然 销售的路数还是没变 国台酒开始给各级政府公务接待系统 大企业 连锁餐饮和酒店集团做定制酒 公务接待是个技术活儿 碰巧 颜希君就很懂这个技术 到了2012年 国台酒的官方销售额已经突破14亿元 为什么说是官方销售额 这里还有一个骚操作 颜希君为了提高国台的销量 打出了诱人的招商广告 无需经验 送豪车 强力扶持 不压货 一人可做 还经常给经销商花大饼 说国台酒要上市了 到时候会把股份分配给大家 条件就是 要在未来几年内完成一定的销售业绩 在股份利益的诱惑下 国台的经销商股东们开始大量进货 但一时半会又卖不出去 只能先囤着 而国台酒的建议零售价又在年年上涨 老经销商囤的货 又加价卖给新的经销商 反反复复出货 新经销商都是高位接盘 一茬接一茬的国台酒 换了一个又一个仓库 卖不出去也不舍得割肉 好好的白酒 卖出了股票的味道 所以这些年 国台到底卖出了多少酒 未来到底能不能上市 大概只有阎老板自己知道了 用白酒的同时 延细军也没发过别的生意 有一年 云南普尔发生了6.4级地震 延细军代表天使力第一时间 到灾区送邀慰问 认识了当时普尔市的市委书记沈培平 他也是普尔查的行乡大使 地震之后 沈培平专程到天津大县 邀请延细军去普尔投资茶产业 延细军在普尔拿了1500目的 地博尔品牌由此诞生 不过地博尔不是传统的普尔茶 而是普尔茶糕 懂茶的人都知道 茶糕是茶叶中的劳斯莱斯 除了有茶的功能 据说还能包治百病 得了口浆溃疡 含一口茶糕 一晚上就能痊愈 曾经一盒轻供普尔茶糕 拍出过100万元的高价 天使力的地博尔 自然也不是给一般人喝的 主要是普尔市政府采购 然而普尔的茶基地刚建好 就赶上了八项规定 普尔书记沈梅平因为收受巨额贿赂 被立案调查 最终判处12年营细徒刑 地博尔1000元一盒的普尔茶 也再没人买了 但延细军没放弃 就算一个人不喝酒 不喝茶 总要喝水的吧 很快 吉林天使力矿泉银公司成立 推出了地博尔矿泉水 按照延细军的说法 他们经过8年勘探 变访了明山大川 终于在长白山腹地的原始森林里 找到了一眼天然泳泉 取名为天使力泉 这个过程是不是有点耳熟 不知道当年延细军在长白山 有没有碰到一位记着爱马仕皮带的老板 姓许 不过延细军比许老板聪明一点 地博尔宽泉水打出的概念是小分子水 能提高人体免疫力 延缓衰老 治疗三高 调节内分泌 和茶膏一样 喝了能治百病 这种高级的健康水 卖给了谁 又是怎么卖的 恐怕也是和茶膏一样的套路 在那个烟 酒 茶都象征着身份的年代 延细军的商业眼光算得上毒辣 一盒药 一瓶水 一杯茶 一尊酒 一个健康管理方案 肯定是天使力的五个一工程 的确也吸引了很多资本的加入 但十年后的今天 再看延老板的商业版图 吃药喝酒 品茶饮水 主打的就是一个交集应付全套服务 天使力卖药的收入 都投在了酒 茶和水上 但真正能醋牛赚钱的并不多 更多的是像恒大兵权一样的结局